现在很多人会去染发,染发会让自己的头发看起来更加有特点,并且也会让自己更加的漂亮,但是染发会给我们的身体,带来很大的影响。 很多人有可能一个月换一个发色,虽然这个会让自己看起来很独特,但是会在很大程度上,影响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。 很多人都说染发会导致癌症的产生,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是传说,而是确实存在的。 一、治癌,染发剂的成分其实很多都是不太好的,这些化学成分很容易给我们的身体,造成一定的伤害,导致我们出现癌变的情况。 如果染发的次数非常多的话,那么很容易会增加自己患上癌症的几率,给自己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。 所以在平时生活中,我们一定要多注意尽量少去染发,一年染一次就可以了。 二、皮肤过敏。 现在很多人染发很容易出现皮肤过敏的情况,主要还是染发剂中的一些化学药物所导致的。 因为有些染发剂里面会含有重金属物质,并且含量是非常高的,会给自己的头皮带来一定的影响,让自己出现头皮过敏的情况。 所以在平时生活中染发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染发剂的成分,像一些比较危险的染发剂就尽量少去使用。 三、脱发。 经常染发的话,其实也会给我们的头发带来一定的伤害,很容易让自己出现脱发的情况,因为染发剂中有一种成分,会导致自己的头发变得非常的干枯,到最后还容易导致脱发的情况产生。 所以在平时生活中,如果自己头发本来就欣赏的人,一定要记住尽量少去染发,否则很有可能会让自己脱发的情况更加严重。 四、给自己的身体器官带来伤害。 染发剂中的一些化学物品,其实也会给我们的干湿等器官造成一定的伤害,所以在平时生活中尽量不要经常去染发。 如果要染发的话,一定要选择一些知名的染发场所,这样可以减少化学药品,对于自己身体的伤害。 很多染发产品对于自己身体的伤害都是非常大的,在平时生活中喜欢染发的人,一定要多了解一下。 并且在染发前,一定要注意了解一下染发剂中的成分,最好选择一些健康成分的染发剂。 如果选用一下不正规的染发剂,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非常大的伤害,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自己患有癌症的几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所以大家在这里 请记住